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和与民为亲的理想 更注解着天赋成都 眼望万里 海纳百窗的宽宏气质 古希腊哲人 亚里士多德曾说 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 为了生活的更美好 而拘留于城市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座理想的城市 成都亦是如此 千墨总横 山川行圣 自古 成都既是一座 以道域形的城市 顺应自然 道法天成的文化观 一直是成都城市人文内核中 最深至的底子 无论是生生不息的太阳神鸟 还是岛家太极云图中的天人合一 亦或是阴世造化 造就了川西平原 墨叶千里的都江燕 成都历史脉络深处 这种崇尚自然和谐的发展理念 让成都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生态城市范文 如今 有着四千五百年文明史的成都 正在迎来这座城市的千年之变 一座理想中的公园城市 正是成都送给世界的礼物 你也许不知道 成都的天府绿道 是世界上最长的绿道 绿者 锦绣蝶翠 荡美如画 道者 施法自然 将心独运 绿道者 非独明之于行路之道 也何之于天人之理 在这条绿道之上 成都人尽情享受山水宜居的生态之美 也在丰富多字的人文空间中 感受着生活的失意与美好 你也许不知道 在碧波灰影水天一色的城市绿星四周 已是龙香虎俱 它正以自然之至柔 驰骋世间之至强 在无限美景中用科技的力量塑造着成都经济的新未来 无数珠玉串联的公园 助力原野 秀美天然 艺术与山河相融 生活与美景相依 以桃源之境 见城市风华 园在城中 城在园中 人城景业 和谐统一 成都 正以具有全球视野的公园城市实践 告诉世界 一座城市应该拥有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